请坐,奉主耶稣的圣明,我们一起来学习道理, 之后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因为我们下午是祷告会, 我们今天下午来谈一谈灵性的意志,在乎神。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没有什么疾病祂是医不了的, 那对我们人来说,最困难的其实是有关于灵性方面的, 那这个部分只有给我们生命,给我们灵魂的神有办法解决, 就许多人把罪后来把它解释成病, 特别是在这个世代,很多时候,真正的问题不是肉体的疾病问题, 其实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是罪你又看不到, 但是罪像一个权势一样把人挟制了, 那我们人没有办法真的得到自由, 那这个部分,今天许多人他们也把它当作病, 那如果是病的话,他就会找其他的方法, 但其实这是灵性的,这不是肉体的, 只有神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圣经,然后来学习这段道理, 再一起来祷告求神来医治我们。 现在请看耶利米苏第三章, 第三章我们现在来读一下, 第二十二节,耶利米苏三章二十二节, 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 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主我们的神。 22. Return, you backsliding children, and I will heal your backslidings. Indeed, we do come to you, for you are the Lord our God. 这第一句话,这一节第一句话, 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 那这个是神讲话。 The first sentence, this is God speaking. 所以这位神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 在呼唤祂的儿女回来。 God is like a merciful father who is calling his children home. 那他这个儿女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病,就是被盗的病。 那这个被盗,就是双门跟神反对的,就是神讲东,他就随便要往西。 是故意的啦,就是神讲什么,反正都跟他反对啦。 那现在这位神充满耐心,又满有慈爱。 他现在跟一些儿女说,我背道的儿女们啊,回来吧。 我要医治,神他说,我可以医治你这个被盗的病。 那这个时候好像说,像这个被盗这个一个行为模式, 已经控制了这些儿女,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真的听神的话了。 但是神说,我可以医治你,你只要回来。 那这个是个邀请,那也是神的心意。 那第二句话,他说,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为你是主我们的神。 那这个就是百姓回应神的这个邀请跟慈爱了。 我们愿意来到你这边,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承认说,哎,这位这么有慈爱的神,是我们的,是我的,那我愿意来亲近他。 因为这群百姓,他们其实也经历了,在他们的问题,从别的地方去寻求帮助,都是往南的。 他们现在终于认清说,真正能够医治,真正能够帮助的是这位天上慈爱的神了。 他们现在终于认清说,真正能够医治,真正能够帮助的是这位天上慈爱的神了。 我们看第二十三节。 。 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宣扬中得帮助,真是往南。 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主我们的神。 那这句话其实也是说明当时候神的这群儿女,他们有一个感动,说他们现在真诚地愿意悔改归向神,因为他们真的体验到神才是最爱他们,最有帮助的。 在从小山或大山的宣扬当中想要得帮助,就是从人身上想要得到满足或者叫做倚靠的最后都失望。 最后他们曾然已经有这个体验说得救,就是他们能够从这个困境当中或者是很绝望当中回转的唯一一条路就是归向神。 那这个神是蛮有慈爱的。 那这是当时候耶利米先知给以色列百姓,当时候神的选民的一番很重要的信息。 那这其实在让我们可以后世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这样体会啦。 很多时候我们人在罪里面,我们看不到希望。 那人如果没有希望活得,事实上是等于是在黑暗当中一样,根本就是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嘛,浪费也是过,反正就是无所谓了。 那这样最后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比这个动物禽兽还不如。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人间的有一些罪行,一般来说在动物之间都很难发现的,看不到的。 因为动物喔,他们被受造的时候,每一个动物的那个习性基本上都是神付给他的,就是这样子啦。 但是有一些最基本的,他们不会改变的。 就好像人家说那个老虎很凶饿,他就再怎么样凶饿也不会去吃掉自己的小孩。 所以人家说虎毒不食指嘛,一定老虎再怎么样一定不会把自己的孩子,为了饥饿而言,会把他吃掉,算了,不会。 就是有一些最基本的,那个动物,那个习性它不会改变的。 那它也不会被其他的那个物种影响。 那每一个动物它都有他们的特质,他们的做法。 那至少那些恶的部分,那个动物之间它不会传染,不会说我效法这个动物这样子,我就会把自己的儿子吃掉,不会了。 但是人就不一样了。 人哦,有时候会互相学习影响。 那学的都是坏的。 好的学不来,那坏的一下子就会。 所以人间有很多的这个罪恶,目前我们在这个末世里面所看到的。 真的有人很感慨说,人都不如动物了。 有的时候父母都不像父母,儿女都不像儿女。 那原本人之间有的那个高贵的那个品格,应该有的那个人性都明媚了。 所以有的人可能因为,就一个怒气而已。 就是人家可能讲了一些话说,叫你说不要吵闹这样子。 不高兴就拿枪去把人家所有的孩子都,人家家人都杀了。 你就会发现说,我们现在这个人的那个罪真的是,就像圣经讲的,已经满盈到快要让神要把它全部都毁灭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就是在物质文明很高,尤其又生活很富裕,但是人心却很空虚的这个时代里面。 所以这个时代我们要能够很小心,我们要知道怎么把自己从这个黑暗当中分别出来。 所以我们早上也有提到二章的三十一节,他特别这样子呼吁了。 这是神说的话。 我们看一下第29节。 二章的29节,主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 三十一节,我折打你们的儿女是突然的,他们不受惩治,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 三十一,这世代的人啊,你们要看明神的话,我起向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 其实从第二章一直在讲,他讲这个恶,神眼中看为当时候百姓所做的恶事。 那这个恶事,当时候的百姓又说,我没有啊。 他们都不承认了。 我哪里有,我有犯罪。 好,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人性,常常我们在恶当中都不知道,我们还要否认。 神明明说,你们用自己的刀杀灭你们自己的先知。 很残酷啦,像动物一样啦,动物人家都不会这样子。 好,那第三十五节看一下。 你还说,我无辜,神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看啊,我必神问你,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 我们有时候人,在罪当中真的是瞎眼的,然后我们常常说睁眼说瞎话。 明明有,但是他就是否认说没有,没有。 所以,最可怕的不是有问题,而是有问题自己都不知道。 有罪,又分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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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罪,也不知道说问题出在哪里了。 那当时候其实神看到这样的情形 看到人间这样子 祂其实很伤心的 祂事实上是很希望 这些犯罪人可以回头的 当时候那个神的选民他们犯罪 那那个罪就是离弃的神 把神丢掉不要 那个就好像 那个做妻子的把丈夫遗弃的 说你不是我的丈夫 我跟你没关系 但是他都不知道说 他所有的好处都从这个丈夫来的 那所以一开始神跟他的百姓之间 在耶利米苏一开始 他就讲那个关系 就好像夫妻这样子 很亲密的 本来是合一的 这样子 所有的恩典都是从他而出 不是真的爱他的 那神真的是很失望 但是他这个圣经里面的信息告诉我们 这个神的心是怎么样的 三章第一节 有话说 人若修妻 妻离他而去 做了别人的妻 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 若收回他来 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 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 还可以归向我 这是主说的 这是在神的律法里面有关于婚姻的规矩 他是这样讲的 因为第一节这里说 那个如果妻子离开了 再回来 可以再回来吗 我们如果看生命记 生命记二十四章 因为这个跟 在律法里面有关于婚姻的道理 二十四章一开始 这个就是修妻的条例 第一节 他说人若起妻以后 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 不喜悦他 就可以写修书 叫他手中打花他 离开夫家 不管怎么样 如果就是有一个正式的 写修书的 然后这个妻子就离开了 那这个丈夫主动叫这个妻子走了 好 那第二节 妇人离开夫家以后 他就可以去嫁别人了 第三节 后夫若恨恶她 写修书 叫在她手中 打发她离开夫家 或是娶她为妻的后夫死了 表示说 这个被修的妇人再去嫁别人 到最后 那个第二个婚姻也很不幸 又被修了 那或者是在嫁的这个丈夫死掉了 那现在这个被修的妇人 现在她又成为 又成为没有丈夫的了 那第四节说 打发她去的前夫 不可以在妇人玷污之后 再娶她为妻 因为这是神所证悟的 不可使主女神 所自为业之地被玷污了 所以当初最开始把这个妇人修掉 这个第一个丈夫 他现在不能够再把这个被修的妇人 再把她娶回来了 不可以的 他的用意其实要 要人对婚姻非常谨慎 所以离婚就是不归路了 离了之后你不跟我想说 那没有关系 那以后再结一次就好了 就是我们今天呢 有些人找这个漏洞 所谓的假离婚 然后再结婚 那其实这个都是神所禁止的 婚姻不可以拿来当作一种手段 为了得到什么好处 然后离 先结再离 然后又离又结 不可以这样子的 今天有些人为了要得到一些好处 办身份不管做什么 就是拿婚姻这个关系 这个婚姻来做文章 然后为了要得到 他认为他可以得到的 按圣经来看 离婚之后就是不归路 不可以再结了 表示说 你要做这些事情 以前要删失 要想清楚 那二方面也是要 要让这些夫妇之间都要知道 你不可以让这个随意的 这个修妻的事情 好像这个婚姻当儿戏 好像离得无所谓 不可以的 这是神律法禁止的 第四节特别说 如果这种事情 又离了又结 然后又离又结 随意离婚结婚的 在神面前是 二是神所证悟的事 然后他说 神特别说 不可以使主你神 所赐给你 唯一的之地 被玷污了 意思是说 现在百姓 他们所住的 这个迦南美地 这个产业是神的 现在神把他赐给 他的选民 那这块土地 是要保持圣洁的 那如果他们 现在在婚姻上 不忠实 不照神的规矩 那就是照着外邦人 家人人的风俗 最后也会把 这个土地玷污 那这个土地 如果被这群百姓 玷污了 这群百姓 就不配住在这里 就会被赶出去 所以犯罪之后 他们就会被 被掳到外邦去了 这是神在律法里面 特别明定的 就是要属神的人 都很重视婚姻 然后对婚姻 要很忠实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 跟神的关系一样 那如果 如果我们今天读 叶利米苏 你就看到说 那个我们今天 如果离弃神 去跟随其他的神 拜偶像 这个叫做属灵的淫乱 神就说 哪有那个人 换个神的 那这个神是这么样的爱 又这么有恩典 为什么要离开他 然后去自己找 另外一个所爱的呢 其实这个神 是独一无二的 你没有别的地方 没有其他可以比较的 那现在能够被 这个独一的神 所爱的人 是何等有福 但是人往往就在福中不知福 就好像在神的家里面 就拼命往外望 说我在外面好像很自由 但就不知道说 在外面人 他有多辛苦 特别是被罪 那个人的心 没办法控制的时候 那个被罪又挟制的时候 那个痛苦你看不到 所以才会有当时候 这个百姓 他们成为被盗的百姓 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好 那现在他们跑掉了 其实神是很伤心的 但是神的爱没有改变 所以他呼吁他的这些百姓 回转 回转 所以他说 如果按照律法 前夫不可以再 把那个被修的妇人 收回来 这是实际上的婚姻 是这样子 但是三章第一节的 第二句话 神说 但是你和许多亲爱的行刑 就是你已经 去拜了很多偶像 但是他说 你还可以归向我 这个就是神那个广阔的爱心 真的是人没有办法想象的 神他知道我们人犯罪 但他很期待 在罪里面 人要懂得回头 不要一直在罪里面灭亡 因为罪如果没有 赶快回头 一定是死 而且是永远的死 那其实人犯罪以后 那个所有的恩典就消失了 那当时候 以色列百姓 他们离弃了神 去拜偶像 他们有好处吗 没有啊 他们去拜巴黎 以为说 我如果拜巴黎 我就风调雨顺 我就五股丰收了 有吗 没有啊 看第三节 因此甘寓停止 村里不降 你还是有倉记之怜 不顾羞耻 第四节 从今以后 你岂不向我父教说 我父啊 你是我幼龄的恩主 第五 主起永远怀怒 存留到底吗 看啊 你又发恶言 又行坏事 随自己的失忆而行 就是这里 这个 当神 他其实是 其实是 他 人要回转 要诚心实义的回转 不能够只是说 我现在一时感动 那我来归向神 是的 我们知道神不会永远怀怒 但是人 要信所承诺 要有信用 我们人常常随自己的事意而行 一时感动 那我想做这个 我做哪个 所以我们人 常常说话不算话了 明明说要这样的人是做不到 坚持不了多久 特别有时候对神的承诺 我们都做不到 这就是我们人 你看 在有时候我们 明明知道好的事情 做不出来 这个无奈 那也说明我们 人是有限的 如果没有靠神 也靠自己的意志力 做不了什么事的 所以在神 眼中神看到他的百姓 他很清楚 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那这样的一个毛病 自己要醒悟 我们今天如果读圣经 我们越读才会越认识自己 那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有问题 我们就知道 我的依靠就是从天地的神而来 那我就来求神的医治我 我这个毛病了 我们常常 我们常常 虎头做什么事情 虎头蛇尾 就是一开始很热 但是之后没有了 或者是我们信主 有时候一时感动 我好热 但等一下就冷冰冰了 要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长 就是要不断的追求认识神 然后用圣经的话 去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是很不足的 我们人很软弱的 不要说什么 肉体就是会朽坏 年纪到了 什么毛病都来了 等一下这里痛 等一下那也不舒服 这是你没有办法避免的 再怎么保养 你就是时间到了 年纪到了 你就是会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人真的是 很脆弱 不堪一击 那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信仰 坚持到底 要靠神 要把神抓住 然后听祂的话 照着去做 然后不要怀疑祂的慈爱 我们的问题神很清楚 祂愿意来医事 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来归向祂 看三章第六节 这是另外一段话 所以从三章六节以后 这是耶利敏先知的第二篇信息 这一段一直到六章结束 这个整段落都是 他这个都是神的话 一直讲下来的 在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 神对他讲的话 那这个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公元前六百二十年 二十几年的时候的事 离现在已经大概两千六百多年前 背道的以色列所行的 你看见没有啊 他上各高上 在各清水树下行淫 就是在信仰上不忠诚 拜偶像 那神看着他们这样子 哇实在是心里面很伤心 那神的做法就是 他就是不断地派先知去讲 要他们回转 但是人有时候忽然 我们看一下第十节 所以有这一切的事 他们奸诈的妹妹犹大 还不一心归向我 不过是假意归我 这是神说的 这里说那个要专心 一心归向神 这个不容易 时常我们都是 这个三心两意 不然就是脚踏两条船 我们就想说 万一这个没有的话 那个还有 我们就是两把抓 像想 因为不相信 说独一的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人有时候会装假 虚情假意 那如果是个假的 如果你后来被发现 那个被骗的人就很受伤 现在社会上 有很多人 是被骗你的 你被骗的人知道以后 你就很气 但是没有办法 已经被骗了 感情 你的心被消耗了 那还怎样 那一样啊 如果今天神 我们对神 如果是虚情假意 你看那个神 会有多伤心 为什么说我们今天 要成为真的 真诚的 我们说我们是 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是主耶稣基督的真门徒 真的就是说 我们不会 不会吸假 我们对祂的信徒是真的 我们愿意顺服祂的命令 祂的道理是真的 虽然我们有困难 我们有时候做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 依靠圣灵帮助 一定可以做到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称为真的 神对我们的期待 我们也这样子 跟神承诺的 神不喜欢吸假的 因为祂本身就是真神 但是人的 这个吸心假意 神都看在眼里 那有时候我们人这样装假 是我们有时候 想说不得已 但其实罪跟救急 是人对神没有信心 第十一节 神对我说 背道的以色列 比奸诈的犹大 还显为义 这里有以色列跟犹大 这两个不同的名词 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 其实以色列早就亡国了 还剩下的是犹大国 那以色列因为败偶像 被亚述毁灭了 那个都已经是 已经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 那现在犹大国 还因为神的慈爱 还保留着 但是犹大国 没有因为以色列 所遭遇的事情 去反省说 那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忠诚于神 但是他没有 反而比以色列还糟糕 那这里圣经特别说 那个犹大是奸诈的 那奸诈的表示说 他是想说神是可以被欺骗 可以附隆一下就过去了 有时候我们人都想说 啊神都知道啦 没事 我们滥用了神的慈爱 然后心里想一种 那嘴巴又讲不同的话 这个见在比较心口不一 神都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 我们如果这样看 一路看下你就知道说 人如果灵性上出问题 会有什么表现 他对神没有办法专一的 他会想看这个又见那个 这个也不错 那个也很好 但其实他不知道 自己所信的是什么 那第二个 人有时候会悉情假欲 会装假 以为说这样子就可以了 或者是神这样子就好了 但是其实因为我们不了解神 神要我们是完全的归属 全心全意的依靠 那神他给恩典 他真的是这样子在 实践他的承诺 那他知道这个问题要解决 第十二节 你去向北方宣告说 主说 背到了以色列亚回来吧 我必不怒目看你们 因为我是慈爱的 我必不永远沉怒 这是主说的 背道的以色列亚回来吧 你看神他说 我的慈爱没有改变的 圣经说他生气 只是一时之间而已 他不会一时都是动怒的 但是他是一直都是有慈爱的 所以他动怒一定有原因 动怒是要是要人回头 所以他要求他的百姓 十三节说 要承认你的罪孽 就是你违背主你的神 在各清水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 没有听从我的话 这是主说的 他这里所谓在各清水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 就是说到处拜偶像 明明神说不要拜偶像 他们就便宜要去拜 第十四节再讲一次 主说背道的儿女回来吧 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 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 从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 你看这里 这个做丈夫的时候 他可以接纳包容所有的错误 说你回来 其实这里已经在预告 这个被掳的百姓 会有一些人再被带回来的 这好像散布在各国当中 在属神的人 最后会被再召集回来 合于一群归于一幕 那这一句话第十五节 就在预言的将来耶稣基督所要建设的教会了 我也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 他他们也必以知识和智慧来牧养你们 这一个合神心意的牧者会出现 然后用知识跟智慧来牧养神的羊 其实这个是在预告 那个属神的教会要建立起来 这个被盗的在罪里面 迷失的人最后会被神召集回来 然后第三次 再重复的说 第22节我们读过的 被盗的儿女要回来吧 我要医治你这个被盗的病 被盗 这个就是 其实是因为被罪控制的 那被罪控制 其实如果对当时候的选民来说 是他们因为不愿意听从神的话 因为这个道 神已经给他们了 这个道就是一条 一个规范 一条路线 很清楚的 什么该做 什么可以做 会怎么样的结果 都讲得很清楚 他就是故意不要走 不是不知道 而是明明知道 但是我就是 我就是觉得说 我不需要这样 所以这是不愿意顺服神的话语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如果看 我们今天人 有时候顺服自己的私欲的时候 我们就会 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好像很有吸引力 我们就跑出去了 就是跟神的要求背道而驰 跟神对抗的 那这一个毛病 其实是罪因为罪而有 应该是这样讲 罪就是好像让我们失去的自由 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对的 但是我做不到 主说你回来 我可以医治你 那百姓如果真的愿意顺服来了 他们就可以感受到 啊你真是我们的神 这里的得救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很绝望的状况当中 被救出来 看到希望了 今天有许多 许多我们人的毛病 真的人是做不 没有办法做什么的 只有慈爱的神 祂有办法医治我们了 这个信息在以赛亚的时代 以赛亚先知的时代 信息都讲过的 我们看以赛亚书57章 这个是神的慈爱 以赛亚书57章 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以赛亚书57章的十八节 我看见祂所行的道 也要医治祂 又要引导祂 使祂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 十九 我造就嘴唇的果子 愿平安康泰归给远处的人 也归给近处的人 并且我要医治祂 这是主说的 这个就是主说 祂知道人所走的路 这个错误 祂现在要医治 神可以医治 医治之后 祂有一个改变 会从忧伤当中 转变成为喜乐 然后从罪孽当中 现在在黑暗当中变光明了 主祂是这样子应许的 真的是可以医治 只要人愿意 那我们人 以色尔先知 祂也提醒我们 这是神说的话 神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要让祂得医治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这样子 有这种态度 第一十五节 以下五十七章十五节 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 名为圣子的 如此说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也要与心灵痛悔谦卑人同居 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 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 十六 我必不永远相争 也不长久发怒 恐怕我所造的人 以灵性都必发昏 十七节 而且因祂灿燃的罪孽 我就发怒击打祂 我要向祂颜面发怒 祂却能难随心背道 神要我们人 其实在这个错误当中 我们愿意认罪悔改 能够来到神面前 祈求祂的怜悯 那祂就要让我们感受到 祂跟我们同在 然后祂要医治我们 让我们可以改变 那这些信息 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福音 神可以医治 那我们要愿意到祂面前来 那这一个话 一时重复的出现的 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好 祂接纳 祂知道我们的错 祂也接纳 要愿意帮助我们的 然后让我们可以 能够感受祂的爱 然后甘心地爱祂 我们看一下 荷西亚书十四章 荷西亚书十四章 第四节 荷西亚书十四章的第四节说 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 甘心爱他们 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 然后第五节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 祂必如百合花开放 如黎巴嫩的树木杂根 这就提到神的 祂说祂可以医治的 甘心爱他们 完全没有保留的 让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神面前 谦卑地认罪悔改 有任何问题 其实神 祂都可以解决 只要我们愿意来 祈求祂 神的恩典 有时候你想不到的 神带领人 也不一样的路线 今天真教会 这是神所建立的 这位有许多美好的见证 其实相信我们弟兄姐妹 都有听到 神的恩典慈爱 也不改变 我们得到医治人 我们最后心会更新 然后我们会从 我们的嘴巴 发出颂赞 然后我们甚至愿意 传扬祂的一些美德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嘴巴 来赞美神 所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当我们说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 在尊荣这位独一的神 慈爱的神 所以祂是可以医治我们的 祂特别是对这个灵性的病 全然在乎神 祂让我们成为从旧人变新人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 然后要接受按手祷告 可以到前面来 祷告的时候也特别为在西班牙 昨天晚上我提到了 一个小朋友两个月大而已 现在被诊断出有癌症 所以求主耶稣怜悯 所以求主耶稣是怜悯来医治 因为这个只有神 才是真正的大医生 大家帮忙祷告 求主耶稣眷顾好手 那我们现在就来祷告 要接受按手祷告了 我们祈求恩典的可以到前面来 求主耶稣住能不能进出